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恆子換馬,美團落空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子全日微跌了47點,收報25,183點 成交收縮到1033億,今天港股成交少,因為大家都在觀望 就是收市之後恆子換馬 恆子服務公司終於在6.9左右公佈了換馬的名單 不知為何要等到6.9那麼遲 其實我覺得最理想應該4點半期止收市 5點半期止,即是晚間開市之前公佈,最理想 其實這些事情一早就預料了,沒有理由今天 你說收市之後才再檢討,不會的 所以不知為何會拖到這樣,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公佈了,可以跟大家分析 恆子今天換馬,最驚訝 相信有些投資者會感到驚訝或者失望的 就是美團點評,沒有納入到恆子成份股 但是它都有納入到各紙的,都算OK了 恆子有三隻換馬,各紙有三隻換馬 另外最重要的是恆新綜合指數,今次變動比較大 因為它由476隻,就增加到485隻 還有一連串換馬,等待我們 如果有時間,我們就講到恆新綜合指數 如果沒有時間,我們就集中講恆子和各紙的換馬 好了,但怎樣都要先講一下大市 大家看看今天恆新指數,走完這幅圖 好了,那全日恆子就微跌了下來 其實真的不幸運,有些斷纜 什麼叫斷纜呢? 就是未能夠連續三天,守在這個商底項線 25,201點之上 今天就差了多少? 差了14點,因為收在25,183點 那算不算突破? 暫時又不算,等多一天 那是星期一,如果能衝得上去就是了 衝不到上去,即是站在,收在上高就是了 收不到在上高就不算了 那沒有辦法,因為這些走勢 它是差了14點 但你問我,我仍然覺得機會都是大的 那,除了其實因為換馬這件事之外 就是還有一件事,拖到今天的成交低 那觀望什麼呢? 就是星期六,中美高層次的會談 那應該呢,美國今次又會要中國買些東西 貿易談判,是不是執行得好 那中國應該都會買多些農產品 因為由水災又成,應該都應該買多些農產品 買多些農產品,應該美國都很開心 所以我估計,他們見得面 消息應該都不會太壞 那看看是不是這樣 好,但是今天的重點不是講這個中美會談 所以我不多賓 也都他們還未開始會談 所以留待下個禮拜再講 今天的焦點都是講回,即是換馬這件事 不過還有一樣,在未講回馬之前 都要跟大家講講的就是 其實美股這幾天呢,就有少少回吐 就是因為兩黨的方案,大家在扭著 大家還未談得到 但是我覺得最終都是會談得到的 扭完之後,其實都是金額多寡 哪個功勞大那些問題 應該都是談得到的 所以暫時都估計還是會向好 如果真的很害怕的話 其實美股不止跌那麼少 應該大跌,是不是 所以不是這樣的情況 他們應該是有阻滯 但是不是說談不上的 反而A股其實注意了 今天又大洋觸收了 跌了幾天之後 所以其實跌來都是打橫走 現在其實A股都是沒什麼事 也是大洋觸收 所以沒什麼事的 外圍或者內地 其實都不應該是太害怕的 港股現在都是打橫牛皮 都是等一個換馬換完 一個就是看中美這個週末 究竟高級別的會談又怎樣 講回今天的題目 恆子換馬 即是阿里巴巴就順利進去了 沒有問題 阿里巴巴市值這麼大 當然是沒有問題 阿里巴巴現在其實總市值是怎樣 是5.3萬億港幣 5.3萬億 騰訊今天收低了一點 都還是在499.4之上 因為其實是換馬 你會換一些東西進去 他就一定要被減持 所以這幾天的情況很正常 但是他又不跌穿低位 就沒問題了 看看他在星期一 是不是可以堅守著499.4 這個短線的 中線的481 騰訊市值4萬8500億 阿里巴巴比阿里巴巴更大 所以一定進去 阿里巴巴 沒有問題 進去了 兩大科網股 都已經進去了恆子成分股 幾月時生效 9月7日生效 9月7日生效 三千六百九十八億 接近三千七百億 他進去了 都OK 但是美團進不了去 就怪 因為美團的市值 比他更大 美團有1.29萬億個市值 入不了去 為什麼呢 可能 我自己猜 就是他的 美團的盈利 不是算多 你想想 其實小米 現在他大概三十七倍 或者三十 往績三十三點六倍市盈率 33.6倍市盈率 33.6倍市盈率 往績市盈率 那美團的往績市盈率 是五百二十四倍 五百二十四倍 那就是美團盈利不算很高 那他還要多些時間盈利 市值夠的 我覺得成交不用說 一定夠的 就是欠盈利 我猜而已 所以就入不了去 小米呢 反而入到去 小米呢 小米小過美團很多的 就是論市值計 那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他入到去 那另外第三隻 入到恆子成份股的 就是若名生物 若名生物 那都不意外的 因為這隻 其實都是龍頭來的 那它也都有盈利 它是生物科技股裡面有盈利 那其實最大就是康熙樂 因為康熙樂 若名生物 我先講一下 2269這隻 就是 市值有2,190億的市值 它的市盈率都高 往績有197倍 不過預期盈利都是高增長 197倍 問題就是 康熙樂 這隻 市值不夠 有若名生物大的 它是477億 但是它虧損 沒有盈利 所以選若名生物 代表生物科技股 進去都是很正常 所以這次換進去是新經濟 新經濟股 實際就換一隻 就是科網 就是阿里巴巴進去 換一隻 小米集團 就是做硬件的東西 就是軟件 應該說網上 然後硬件 另外 就換了一隻 釀明生物 就是生物科技 就是三個種類的進去 好了 換了這三隻進去 那剔出來的是什麼呢 就是信和志業 旺旺 和神華 神華的市值剩下四百多億 就是沒有辦法 神華 其實大家都預料它會被踢出來 信賜市值都比較低 旺旺都是 對比這些新的 新經濟股 就沒有辦法 都是要被踢出的 好 那橫紙這個部分是這樣 葛紙這個部分 小米都是入的 阿里巴巴都是入的 加多一隻就是美團 美團 剛才說過 1.29萬億市值 他現在入了國企指數成分股 所以他就是 入不了第一線的藍籌 都起碼給安慰獎他 入到第二線的國企 就是準藍籌 可能再等他的盈利 那個 再有年度盈利好些的時候 就可以入得到 嘩我估計是這樣 那踢出來的股份 相對就是 在國子成分股裡面 之前踢出來的股份 有三隻 其實 嘗試給大家 用這個看好些 好 這個是橫紙成分股的 就是 小米有得入 若明生物有得入 阿里巴巴有得入 就踢走國藥 比亞迪 和中信證券 那 踢走國藥中信證券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又奇怪些 你中信證券 就是來自最大的證券股 那你其他證券股 如果這隻都踢出來 那就是沒有內地證券股代表了 而更加奇怪就是比亞迪 那大家都知道 新能源汽車 其實近來 這個板塊 就升勢很凌厲 當然 其中有隻708 恆大健康升得很厲害 那隻曾經去到超過三千億市值 現在都二千幾 挨近三千億市值 很厲害 但是你說那隻 都未真是成功銷售 那些都有排彈 但是比亞迪 一二一一這隻 就真是在賣新能源汽車 而新能源汽車 也都是阿爺 大家都知道 未來的明星版塊 你走去踢走了它 是吧 有很多舊經濟那些 為什麼要踢這隻 我這個又不太明白 割藥 你說踢了出來 不要緊 因為有些生物科技 換了進去 那些都是做醫藥相關的 那這個解釋得通 但是比亞迪 換了出來 就奇怪些 那你的紙裡面 還有很多銀行 很多保險 為什麼要踢走一隻證券 因為都是非銀類 你還有保險 其實 其實 又怪些 不要緊 這個都是 橫子服務公司 可以這樣做 就是這樣 總之就踢了出來 這三隻 還有少許時間 就是 看一下 就是 恆新綜合指數 因為恆新綜合 它恆新科技股指數 當然沒有變 這裡恆新科技股指數 維持30隻 沒有變 因為剛剛才公佈 現在過了幾個禮拜 難道又變 沒有理由 所以沒有變 真的關鍵的 就是現在 恆新綜合指數 這一個 恆新綜合指數 由476隻 增加到485隻 首先看加入的股份 加入的股份 一般都看不完 很多 有遠東發展 這些都是老牌股 英軍 神州租車 文銀資本 1141 日清這些 內需股 這陣子都知道 內需股也是 市場焦點 都很正常 這個 阿信科技 天立教育 教育股 教育板塊 其實根本就是 這陣子都升手 比較厲害 2001 839 信達生物 這隻有 1801 因為其實現在都少 生物科技股 因為很多生物科技股 今年都上了市 無上集團 永昇生活 1995 這些就是物館股 物館股 今年也是一個板塊 升得很好的 也都納入 這些都很正常 經訊通訊 這隻就是 老牌的電信設備股 這些股 每次做3G 4G 5G 的時候 它就旺一旺 你現在立的 坦白說 我又覺得 你不會 過一陣子 做完那些 不知道多少G 之後 又剩下 到時你又踢走它 大新銀行 OK 杭州啟明醫療器械 醫療器械 2500 這些 應該要納入去的 因為醫療器械 今年也是一個很強的 去年開始也是 康農城化 這些也是 生物科技 保性 海吉 醫療 醫療 又是醫療 要納入多些 招商證券 這裏它就落回來 招商證券 就多在恆生綜合指數那裏 八濟神州 又是這個生物科技 康熙樂 康熙樂 現在才加入恆生綜合指數成份股 亞勝醫藥 你看到很多醫藥 醫療相關的 因為今年 這些是一些熱門的版塊 大樂門 寶龍 商業管理 這個是物館 九毛九 即是來需 儀卡 SaaS 這陣子都升得很厲害 康芳生物 是生物科技 時代倫理 也是物館 康寧傑 也是生物 匯境控股 這些新上市 九九字頭 大家知道 很多換回九九字頭 這裏也是生物科技 樂成建華 建業生活 也是物館 配家醫療 這裏一上市 現在都升超過一倍以上 康基醫療 你見到換了很多 其實都是醫藥 醫療 這些近年熱門的 還有物館也有幾隻 還有一些老牌的股份 都有一些 教育股 其實進入一隻 都叫少的 可能都不能換得了 那麼多 有幾隻熱門的內需股 譬如九毛九 這些 都能進入去 OK 但是有些 九毛九用日清 但是有些 就是 換了出來看看 換出來的 因為將成份股指數 多到 去到四百八十五隻 時間關係 我們不能夠 逐隻去看 大家這個 list 現在可以 pause 來看 大家可以看著這裏 整體而言 就是換了馬 最大的焦點 我覺得都是 美團落空 不過有陽明生物 小米這些進去 阿里巴巴順利進去 應該很正常 現在市場關鍵 換馬這個之後 就是看中美高層次的會談 是怎樣 恆子 今天有少少斷纜 看看下週一 是否可以站在 25201點之上 我自己都 還是手手樂觀少少 時間關係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